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三 从始到终 神做的工作 不是改变人的人性上的缺陷毛病 只是恢复人正常人性的良心与理 神要改变的是人的败坏性情 当然 神也常说要脱去人的败坏性情 让人达到蒙拯救 所以 正常人性的恢复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是建立在人脱去了败坏性情的基础上 人的正常人性得以逐步地恢复 就是人的良心有了感觉 理智越来越正常 能站在正常人性的角度上 做对的事 说对的话 不打岔 不搅扰 说话做事 不冲动 不盲目 不凭血气 完全是根据神话的原则来做 理智特别正常 人性特别地正直 善良 那基于什么能达到这些 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呢 就是基于人败坏性情得到了变化 基于人通过实行真理 通过接受神的审判刑罚 脱去了败坏性情而达到的 但是 如果败坏性情不改变 不脱去的话 即便你的人性比较好 有点良心理智 但是你没有真理做生命 那你的良心理智就当不了家 你还会常常受败坏性情的影响 怂恿与缩食 做出违背良心理智的事 所以 人即便有那么点正义感 也只是一种愿望与心智 只是有那么点善良的人性 但是因为里面是败坏性情 做生命控制着你 这样的人只能达到不作恶 不主动地坑人害人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或者说 在不影响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 才能保证不作恶 一旦影响到你的切身利益 你的败坏性情就要出来 压制你的良心与理智 让你维护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样 你就很难达到 让良心理智当你的家 因为什么呢 你不是真理做生命 而是撒旦败坏性情做生命 所以你只能在你的利益 不受亏损的情况下 稍微流露点人性的良心或理智 一旦你的利益受到亏损 受到威胁 你的败坏性情马上就会出来 压制住你的良心与理智 让你去做违背良心理智的事 就是违背道德 违背道义的事 甚至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当然可以说 做的都是违背真理的事情 这是必然的 所以 一个人活出什么 不在乎他人性的条件是什么 而在乎他内在的生命实质是什么 如果他真有真理做生命 那他的生命里就有真理 有神的话 有敬畏神远离恶的道 那他正常人性的良心与理智 就会保持最佳状态 就能发挥作用 达到能实行出真理 按原则办事 但是 如果一个人 他的生命实质是败坏性情 那他的良心理智 就降低到最低的标准 就是仅仅不突破 人性底线而已 这个底线是什么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还有什么 宁做真小人 不做伪君子 这是许多外邦人 做人的底线 作为一个外邦人 能这样实行 就已经不错了 你们从这里面 听明白什么了 如果不追求真理 你的败坏性情 就不会脱去 你的生命实质 就不会发生变化 你的生命实质 不发生变化 那你正常人性的 良心与理智 就不会在实质上 得到恢复 只是在形式上 不突破人性的 底线而已 但是 如果你的败坏性情 脱去了 你生命的实质 发生变化了 那你正常人性的 良心与理智 在一定程度上 就会得到完善 得到升华 这个完善 升华 是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指 你的良心理智 得到了正常的发挥 不是仅仅 没越过底线 而是达到了 实行真理的标准 外邦人中的 所谓好人 也仅仅是 讲点良心理智 不做明显的恶 没越过 道义的底线 这就很不错了 是很好的人了 但是有真理 做生命的人 就不是仅仅如此了 他有分辨 是非的能力 会辨别 各类是非 辨别各类人 那他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真理原则 他具备了真理原则 这是不是比良心理智的标准高多了 因为他明白真理了 他有真理做生命了 辨别各类事的根据 比普通的败坏人类的标准高多了 他就会在复杂的事物面前 坚持按真理原则办事 他掌握了真理原则之后 他的心思就不会浑浊 思维是清晰的 清晰指什么 就是理性的 不管林道多么复杂的事 他对实行的真理原则 都铭记于心 真理掌握准了 掌握透了 已经是他的生命了 在各种复杂的人事物面前 他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 那就是真理原则 这个真理原则就能使人看透 各类复杂事物的实质 与操控这个问题的幕后推手是什么 他就能辨别出来 这就是他的理性 这个理性是不是比普通人高 那达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理性得到升华 得到完善了 这样的正常人性是神要的 神不要浑人 有些人说 我老实窝囊 尽受欺负 还有些人说 我素质可差了 我也没什么本事才干 神说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否明白真理原则 你明白真理原则了 你说话做事 按诚实人的标准 原则去做 即使被外邦人嘲笑 说你愚昧 那也不是真愚昧 因为什么 你明白真理原则 你的理智就健全了 完善了 高于一般人 临到什么事 你都不犯魂 都有正确的原则 立场 目标做根据 去处理这件事 你的头脑是清醒的 心思是清明的 你奔着那个原则 标准去做 肯定不会违背 神的心意 肯定会做在 神的心意上 这事做完之后 不管当时 人对这事 有没有看透 时间长了 人看明白了 就都服气了 都知道这事 做得太有益处了 那达到这样的果效 根源是什么 就是你有真理 做生命了 你的理性 才能让你 对任何人 任何事 有准确的判断 准确的定性 准确的定论 还有准确的实行原则 当然 也有准确的帮助人 指导人的原则 这是不是理性 得到升华 得到完善了 正常人性 有这样的理性 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真理 有真理 有真理做生命的人 才是神要的人类 你愚昧 老实 窝囊 你在世界上 吃不开 被人欺负 这都不要紧 这都不是神要看的 或者你在世界上 很有能耐 特别会察言观色 会看潮流 会见风使舵 这也没有用 这也不等于 你的理性健全 只有你接受了真理 明白了真理 各项真理 你都掌握了 都实行了 有精力体验了 真理成为你的生命了 你对各类事情的辨别 判断 决策 才能准确 关于良心这方面 以前咱们说过 良心指什么 就是正常人性的正义感 与善良 一个人必须得正直善良 才能说是有良心 那正常人性的正直善良 在信神之后 怎样才能得到完善与升华呢 这必须得建立在 明白真理的基础上 就是一个人 明白了真理之后 他做人做事的准则 是一个正面的目标 这对他自己 对所有的人 都是有正面的作用 价值与意义的 他明白了真理之后 他看待任何事物 处理任何事物 就会凭着神所教导的 真理原则来做 在人看 这个人挺正直的 正直指什么 正就是不偏左右 不偏于血气 也不偏于情感 不偏于私人利益 私人关系 也不偏于个人的意图 而是朝着一个最正确 最正当 最值得人尊重 敬仰 高看的目标 也可以说 是朝着神看为好的 神称许的一个目标 去实行 这是不是高于普通败坏人类 所看待的正直了 这个正直指什么 是完全合乎真理原则的 完全是以神话语为根据的 是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上 当人明白真理的时候 就具备了解决问题 处理事情的方式 原则 那这个人的良心 是不是挺完美的 是不是得到完善了 那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真正的受造之物 是不是应该具备这样的良心 是不是应该具备 这一层意义上的正直 真正的人 应该具备 这层意义上的 合乎真理的正直 而不是人所说的 什么刚正不阿 光明正大 男子和大丈夫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那是血气 没有实际内容 完全是人伪装出来的 正直是有真理做根据的 是有实际活出的 就是正常人性 有真理 作为源头出发点 能根据神的话 来对待处理各类事情 这叫正直 那善良就更不用说了 起码高过良心理智的标准 在善良里面 没有假冒 更没有凶恶 完全是本着 对人有益处 有造就 同时也合乎神要求的方式做的 完全是本着 敬畏神远离恶 本着满足神 遵行神道的目标 与准则而做的 这是天底下 全宇宙 最善良 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有神话语 有真理 做生命的一个人 他的心地是最善良的 完全达到了 神要求人的标准 那他有这样的人性 你说他正直也合适 说他善良也合适 因为这里没有个人私欲 没有血气 没有情感 没有野心欲望 不掺杂撒旦所谓的道德经 对道德 对人性的衡量标准 不掺杂任何撒旦的哲学 思想观点 完全合乎真理 那你说 具备这样良心与理智的人性 是不是就已经很完善了 因为他具备了真理 因为他所活出的生命的实质 是真理 所以具备了这样生命实质的人性 是完美的 如果说完美 你们不喜欢听 那我也可以说成是完善 最起码在神眼中 它是完善的 是神所喜爱的 神借着人有那么一点良知 理智与羞耻感 将神的话 将真理做在人里面 当神话语的真理 做在人里面的时候 你的良心理智 不但没有被减弱 被掩盖 而是变得更正常 更完善 这样的人类 就是神所要的 咱们就不说完美了 就说完善 为什么不说完美 如果说完美 有些不通灵的人会说 你不是不让做完美的人吗 所以我就得避开这个词 免得有些人 免得有些人误会 其实如果说在神眼中 是完善的 那在受造人类中间 可以说就是完美的 这个完美并不是人想象当中的完美 而是一种美 而是一种美善的事物 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也是一个正面的事物 值得人称赞 值得人向往 值得人保爱他 尊重他 珍惜他 所以说 你要想达到良心 不是仅仅停留在 做人不越过人性底线 而是想让良心更敏锐 更有知觉 让自己的理智 达到合乎神的要求 那你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不是克服人性的 各类毛病缺陷 而是追求真理 在神所教导人的各项真理上下功夫 明白 神在各类人事物中 对你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对这些人事物 应该怎样看待 怎样对待 怎样处理 这方方面面的事情 神都有要求原则 与要求标准 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目标 按照这些标准去实行 首先 寻求了解实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按着神所要求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同时放下自己观念想象中 那些不符合神的话 不符合真理的各种思想观点 与规矩 规条 框框等等 然后让神的话 一点一点的成为你实行的原则 学习放下的同时 别忘了 放下的目的不是让你做一个空心人 神是让你活得有内容 这个内容指什么 就是神对各方面事情的要求原则 当然 神不希望人把各方面的实行原则 变成空头理论 只是口头说说并不实行 而是希望人能将这些真理原则 扎扎实实地变成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将神的话带入到你的现实生活中 比如 尽本分者是 神对人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踏踏实实做人 本本分分做人 就是你尽本分要踏实 别应付糊弄 别扶皮潦草 别走过程 别做给人看 也别显露自己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按真理原则做 神让怎么做 咱就怎么做 神不让做什么 咱们就不做 如果达不到不做 那就从少做开始 背叛自己的私欲 背叛自己的喜好 逐渐达到不做 这不就容易实行出来了吗 在追求 在追求猛拯救的过程中 对神话所揭露的各种败坏性情 都能解决放下 当然放下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在放下的前提下 将神的话 将神的话 神的要求 接受过来 接受过来 不是为了让你 换换心情 也不是为了让你 活得有尊严 而是为了脱去你的败坏性情 这是最终目标 因为你脱去了败坏性情 你才能达到猛拯救 人达到猛拯救的最大拦阻 是人的败坏性情 你文化低 年纪大 或者说话 捉嘴奔舌 表达能力差 这些都不是猛拯救的最大拦阻 你尽本分 业务能力差 悟性不行 这也不是你猛拯救的最大拦阻 那猛拯救的最大拦阻是什么 就是你的败坏性情 当然 对于神话中揭露的 各类人的情形 问题 人不容易解决放下 这不是因为 人不愿意放下 也不是人的思想观点成就 当然更不是因为 人的人性方面的缺陷或毛病 也不是因为 人麻木反应慢 等等这些 都不是问题的根源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人的败坏性情在作祟 比如 你是教会带领 你做错一件事 挨了对付修理 那就接受 承认自己做错了 愿意悔改 扭转错误的做法 按照真理原则去做 这是很简单的事 但是你做不到 你就琢磨 这样对付修理我 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要撤换我呀 心里就产生埋怨误解 甚至还跟神讲理 既然看我不顺眼 要撤换淘汰我 那好 咱就讲清楚 我十八岁就姓神了 这些年一直在做带领 撇家舍业 婚姓家庭都放弃了 这些怎么算 你越算越来劲 这仅仅是放不下吗 不是 你为什么放不下这些东西 这里还有根源的问题 临到对付修理的时候 你感觉委屈 心里埋怨不服 还能讲理辩解 甚至还要求别人 为你打抱不平 你有这些做法 是因为什么 原因根源只有一个 你有败坏性情没解决 有的人说 是不是因为我 天生素质能力不够 做不了工作呀 也可能在一部分人身上 有这方面原因 因着素质差 不能胜任工作 也不明白真理 所以就做出了 打岔搅扰的事情 这难道 这难道只是因为你素质差吗 这只是一方面 根源问题是你的良心有问题 良心有问题就与败坏性情有直接关系了 你做出打岔搅扰的事 你做出打岔搅扰的事 临到了对付修理 你应该怎么对待 对自己不能胜任工作这事 你怎么对待 如果你能实行真理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都能正确对待 但是多数人临到这些事 都是怎么表现的 都是讲理 埋怨 消极 甚至带着血气说话 不就是看我素质差 没有能力吗 这素质 不都是神给我的吗 还埋怨我做不了工作 看我不顺眼早说呀 若是对付的话再严厉点 他就觉得 我是不是得福没希望了 今生地位不保 来世可能也没希望了 他有没有寻求真理的意思 心里能不能顺服 不容易顺服 这一切的表现 归根结底 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 你素质差 不能胜任工作 那只是人性天然的毛病 缺陷 那不是问题 即使你天然的毛病 缺陷很大 不能胜任工作 神对你也没有一点反感厌增 但是 你除了不能胜任工作 你还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还埋怨抵触 最后还消极撂挑子 这是什么 这是败坏性情 你要解决的是这个 是吧 当败坏性情解决之后 你在自己的素质 人性条件 能胜任的工作上 就合用了 但是 你如果不解决败坏性情 不能按真理去实行 不能顺服 对付修理 顺服 对你的揭露 那你素质再好 人性方面的条件 再高 你也不合用 明白了吧 你们说说 刚才交通的是什么意思 信神最重要的 还是得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 重点要解决的 也是败坏性情 而不是外表上 人性的缺陷缺少 我们临到环境 总在外面的世上打转 根本就解决不了 实质性的问题 也不能达到顺服对付修理 顺服神摆设的环境 你的败坏性情 如果解决了 你在临到的世上 都能掌握真理原则了 都知道怎样按原则办事了 那你在尽本分上 就能达到何用了 不管你的素质高低 不管你有多少才干 如果你的败坏性情 不解决 那无论把你放在哪个位置 你都不合用 相反 如果你的素质 能力都有限 但是你明白了 各项真理原则 明白了你工作范围内 该明白的 该掌握的真理原则 你的败坏性情 得到解决了 那你就是何用的人 明白了吧 这些话 你们可能得消化一阵子 才能完全明白 才能完全明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